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吴倩的三分作品现已完成 入镜的张彬彬的照片太惊艳了 让声明的颜值很明显 期待 谈及这位已散发着灵气而闻名于娱乐圈的女神 就更不用说吴倩了 她在庆幸中饰演的妖族公主洛洛 以及在何以生肖默中饰演的小赵陌生 都是她演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晋升机会极好 然而 她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在适当的时候结婚 接生 值得称赞的是 吴倩在面对不受欢迎的婚姻时 有着非凡的勇气 离婚后的她不仅事业有成 而且她的身体状态似乎也和当初遇到她时一样 目前 吴倩正在制作两部不同的电视剧 其中一部名为追光者 与罗云熙合作 我相信我们终于可以互相交谈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另一部电影叫三分 张彬彬主演 近日 官方公布了这部作品 两位主演与路透社同框的存在感十分惊人 手持鲜花的无限笑容满面 与张彬彬的侧面形成鲜明对比 张彬彬侧脸严肃 但比V还要可爱 乍一看 我把她们误认为是一对新婚夫妇在为她们的婚礼拍照 暗光中的两人CP感如此之强 让观众对她们在剧中的表现产生了很大的期待 耳东兔的同名小说作为影视剧三分的基础 讲述了东河集团的大小姐向远吴倩士 与校园女神许言师张彬彬是在困境中相遇 相爱相爱的故事 两人互相扶着站起来 重新开始 爱情之火如何被点燃的故事 据说性格独立 实力强大 决心选择需要大量努力的职业的男女主也很有吸引力 正好吴倩饰演的向远在许演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对她有好感 身处这样的场景人们不禁会想起何已生肖莫中的赵莫生 在路透社拍摄的三分钟两人的照片中张彬彬抱着吴倩的形象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而她笑咪咪的看着你的形象却是难以言喻的可爱 张彬彬和吴倩合作制作了一系列轻熟的情侣大片 庆祝张彬彬的电影三分完结 他们非常有魅力 瞬间满足了观众对这部作品价值的期待 无论是照片描绘的单身生活还是两个人的互动 与同样穿得像个摩登贵族 却穿着睡衣的张彬彬相比 穿着睡衣却活泼俏皮 头发随意的造型 手里拿着糖果的吴倩 形成鲜明对比 张彬彬也穿得像个现代贵族 两人坐在床上甜蜜的依偎在一起的场景 让人联想到一对年轻情侣坠入爱河 这种公开的身体接触 相比于隐秘的绿色爱情 更有一种氛围感 由于大片都这么好吃 吴倩和张彬彬在影视剧中的演技 会更加让人垂涎三尺 两人除了家居服款式外 还有几套华丽 梦幻 甜美的互动款式 张彬彬的眉眼和眼眸 因为黄色针织 杉而显得不那么凝重 但眼神中却依旧有着高冷男神 许颜时一样的坚毅 吴倩穿的黑色西装 让他显得很职业 而他所穿的轻柔披肩 让他的发型更贴合 观者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画面的中心焦点 其他拿着的柠檬上 还体现在构图本身 换一种说法 张彬彬的另一部即将上映的电视剧《两个人的小森林》 也是一部当代甜宠宗艺剧 自从思腾之后 他的发展一直不错 这与他这几年一直保持着一贯的颜值不无关系 依旧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一出圈 是无欠甜蜜看三的温馨美好画面生活 三个世界的主角 您对开始这个项目感到兴奋吗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